可就在这一道连衣刚刚穿过水母音机几人扩散的瞬间 一股难以言喻的心悸感从几人的体内滋生 这一瞬间 不管是水母音机还是玩玩几人都有了一种奇特的感觉 那种感觉就仿佛是牙牙血雨的志同 头一次站在高耸入云的山脚下俯瞰高山一样 漠然有了一种自身渺小的感觉 紧接着不管是水母音机还是玩玩等几人均感觉自身体内的见义 自发性的从中丹田内流转而出 好似有了一种想要冲体内的感觉 对此水母音机几人连忙运转真元将体内的见义压制住 但下一秒伴随着几道常见出鞘的声音 几道雪光绽放间 几人房间里面放置着的常见竟然是主动出鞘 然后落于院中插在地上 同时剑柄朝着楚清和所在的位置倾斜间微微晃动 仿佛是在扣手一般 而这样的事情 随着楚清和体内迸发出的这一股连依扩散 而不断地蔓延 短短不过数息的时间 这一道连依扩散间波及的范围 便已经达到了整个雨水城 连带着 整个雨水城中那些用剑的舞者 都惊恶地发现自己手中的长剑无故出鞘 然后朝着某个方向 倾斜扣手 神剑山庄 位于后山茅屋之内 此时的谢小峰盘坐于床上 体内真元运转之际 一个太极图案凝聚于身前 将周围聚集而来的天地之力吞入在内 不断地练化 所用之法 和当初武当山上张三丰教授之法 如出一辙 然而 就在这时 一股清风骤然自屋内扶过 蹭 蹭 下一秒 两道剑明之音浮现 寒光绽放之下 茅屋内架子上的两把长剑 自己出窍 然后穿过木制的房门 落于门外 同样被这一股清风扶面的谢小峰 忽然身体一震 然后双眼快速地睁开 带到运转身法 闪身至屋外面朝西方 感受着自己体内躁动不安 欲要透体 而出的剑意 还有体内 那说不清到不明的压力 谢小峰眼睛轻眯 脑中第一时间想到了 那日出现在武当山上的楚清河 单单只是一股气息 竟然就能让我的剑意 还有我和燕十三的配件 有这种朝圣归宗的感觉 他的剑道境界 到底达到了什么层次 澳雪山庄 一处极大的空地之中 此时的西门吹雪 右手持剑 剑光闪烁之际 周围却是被剑意所化的白雪充斥 漫天的飞雪 让这炼剑之锁 都变得朦胧而模糊 只能隐约地看见 这大雪纷飞中 那不断舞剑的人影 只是 就在这时 一阵特殊的涟漪 宛若水波一般 波及到澳雪山庄 下时间 原本漫天的飞雪 齐齐一顿 随后 在西门吹雪的惊恶之中 这空中的飞雪 竟是齐齐一顿 宛若静止了一般 同一时间 西门吹雪体内的剑意 难以自制地弥漫而出 手中的长剑 亦是瞬间挣脱西门吹雪的手 然后插在地上 剑柄斜斜地朝向西边 起伏不断的剑身 竟是让西门吹雪 从剑上感觉到了一种虔诚 将这样的变化收入眼中 西门吹雪眼眸一凝 然后抬眼看向西边 心中思绪不断 几西后 西门吹雪闪身至长剑身旁 主动运转体内的真气 和剑意抬起手 欲要抵抗体内的压力 强行将自己的配剑拔出 可就在西门吹雪抬起手 向着插在身前的剑柄伸去时 西门吹雪体内的奥雪剑意 竟是显现出一种强烈的抗拒感 甚至于西门吹雪 内心也浮现出一种难以言喻的感觉 促使着西门吹雪放弃此时的念头 几十年的时间 西门吹雪从来没有想过 自己有朝一日 竟然会和自己的身体进行抗衡 可即便是内心不断地抗拒 西门吹雪伸向剑柄的手虽然缓慢 却依旧坚定 实习后 伴随着西门吹雪的手触及到剑柄 大吼一声后 西门吹雪奋力间将长剑从地上拔起 而当配剑重新落于手中后 此时已经迈入大宗师境界的西门吹雪 不禁大口大口喘息了起来 但在这长剑重新入手后 此时的西门吹雪却感觉心中一片成名 体内的剑意甚至手中的长剑都恢复如常 没有了此前的躁动 对此 在闭目细细地感悟了一番后 西门吹雪方才重新睁开眼睛 然后看向西方 目光挪至西方的瞬间 西门吹雪的脑中也浮现出一张俊美的面容 单单只是气息便能让我的渐心站立 建议甚至常见诗去控制 发出这气息的人难道是他 同样的一幕 不断地在大明国中发生 而随着天地之力的加持 楚清河体内迸发的这一股气息 则是浮散至整个九州大地 寻常席剑的舞者 只是愕然自己手中的长剑忽然失控 可越是修为高深 实力越强的人越能够感觉到各中的问题 大宋国 皇宫 感受着此时体内建议的躁动 此时一袭龙袍 手持毛笔 坐于龙岸前的东方不败 忽然转过头 看向大明国的方向 嘴角勾起一抹笑容 又突破了吗 轻轻呢喃一声后 东方不败再次低下头 看向面前的奏折 雨水成 目光从地上那几把恍若朝拜别院的长剑收回后 弯弯扭过头 看向院中置身于万千剑旗内的楚清禾忍不住开口问道 他这时 剑道方面又有新的突破了 身旁的屈飞烟不解道 但公子现在的剑道境界不是天剑境吗 难道天剑境上还有更高的剑道境界 只是现在这个院子里面 弯弯以及屈飞烟等人 也不过刚刚通过缥缈剑法 成功让自身迈入剑道第三境 人剑合一的境界而已 就连水母阴姬对于如何迈入天剑境都毫无头绪 更别说天剑境之上的层次 自然 面对屈飞烟所问 在场中没有一人能够回答 稍稍沉淫一下后 水母阴姬开口道 先静静看着吧 说不定能够借着清河现在的突破领悟到什么 听到这话 其他几人也只能压下心中的疑惑 继续远距离地观看 渐渐地 伴随着整个别院内的剑气 再次充盈了几分 整个九州大地的天地之力 也开始受到牵引 然后被聚集了过来 而让水母阴姬所诧异的是 这些天地之力被聚集过来时 竟然完全没有被炼化的迹象 便凝聚成剑气 混入到了这别院之内 并且 根据这些天地之力的属性差别 这些天地之力所化的剑气颜色 也有所不同 不过半课中的时间 此时这别院内所充斥的剑气 便变得七彩斑斓了起来 但当几人目光 放在这院中的剑气上时 却有了一种刺眼的感觉 别说是屈飞烟 以及婉婉等尚且不过先天静的修为 哪怕是水母阴姬 都有一种避开视线 不去看这些剑气的冲动 可就在这时 水母阴姬像是发现了什么事的 忽然轻易一声 听到水母阴姬的声音 刚刚挪开视线的屈飞烟几人 重新将目光聚集了回来 而当几人目光重新放在院中时 发现院中那些原本被天地之力所化的剑气色泽 竟是快速地转变成为半透明 但就在所有的剑气色泽 全部都转变成为半透明时 下一秒 所有的剑气又尽数变化成火红的色泽 几乎是剑气色泽转化的瞬间 水母阴姬顿时感觉一股灼意扑面而来 仿佛回到了三幅天一般 呼吸间空气都带着闷热的感觉 让水母阴姬等人惊讶的是 此时别院内所有的剑气 仿佛全部都是由天地之力凝聚而成 可没等这样的感觉持续多久 随着剑气转变成为洁白如雪的颜色 又是含义扑面而来 此时的楚清禾就宛若找到了一个新的玩具一样 心念控制间不断地转变自身剑气的色泽 而周围的温度亦是在随着楚清禾 这些剑气的变化而起伏不断 若非是这别院里面以及内院的植株 都加了流火息嚷 怕是这温度的接连变化 都足以将这满院子的植株毁掉 一刻钟后 随着所有的剑气全部收敛入体 院中的楚清禾方才徐徐地睁开眼睛 见此原本在别院入口的水母阴姬等人 第一时间闪身至楚清禾的身前 看着此时体内真元气息彻底平复下去的楚清禾 弯弯好奇问道 刚刚你这是 面对弯弯所问 楚清禾回应道 见到修为突破了 说话时 楚清禾的脸上也带着笑容 显然心情极佳 听着楚清禾所说 去飞烟好奇道 天见境不是见到至极吗 之后还有更高的见到境界 文言 楚清禾开口道 自然还有 在天见境之上 还有着一个境界 名为道见境 去飞烟追问道 那这道见境和天见境有什么不同 差别大吗 楚清禾回应道 两者之间 当是云泥之别 云泥之别几个字入耳 水母阴姬几人均是眉头青条 心中兴趣大增 在己女追问下 楚清禾解释道 天见境时 见随异动 异动万物已成招 天地万物皆为见 见已不再局限于人心之中 而当武者见到修为 能够踏入到见境时 见招之中 已然能够多出一种道运 道运 面对楚清禾说的内容 几人皆是面带茫然 对此 楚清禾解释道 道生万物 宇宙苍穹 天地亦是在道之内 无者体内若能生出道运 某些程度上而言 已是达到以武入道的程度 天下武学境界说破了 不过也就是见山是山 见微之微等差别罢了 可当自身能够掌握道运之时 道运所存 即便是随手一见 威力也能与道皆武学相当 到了这个境界 见道已然通神 毫不客气地说 见道第三境人见境和见道 第四境天见境之间横跨着一片汪洋 两者之间的差别极大 而见道第四境天见境和见道 第五境道渐境之间的差别 则是天与地 现在的楚清禾 凭借着见道第五境的见道境界 可以随意地轻易地击败 甚至击杀财 见道第四境天见境的自己 但几人见道境界不足 楚清禾说得越多 几人心中也越迷糊 见此 楚清禾摇了摇头道 其他的东西说了 你们现在也难以理解 只需要知晓 进入道道渐境掌握道运后 天地间的天地之力 和自己的真元 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使用道运时 可让你们随手的一招 都蕴含道皆武学的威力 甚至也能够 让你们自身体内的真元和天地之力 相互转化 这话出口 水母音机默然想到 此前院子之中 那些渐气的色泽转化 当即倒吸一口凉气 也就是说 迈入道渐境后 已经能够彻底地掌握天地之力 并且控制这些天地之力的变化了 楚清禾点头道 差不多 天地之力玄妙 也为天地之机 能够掌握天地之力的变化 已经可以用超凡入圣来形容了 正常而言 舞者迈入阳神境时 方才能够凝聚到运 彻底地掌握天地之力 却不曾想当见到迈入道极致时 同样能够凝聚到运 随后 楚清禾摆了白手道 行了 现在你们才不过见到第三境 这东西了解得多了 对你们有害无益 听到楚清禾的话 几人也只能压下心中的好奇 转而向着内院里面行去 等到几人返回到内院之中后 楚清禾则是再次将注意力 放在系统背包之中 思索了片刻后 楚清禾心面移动 系统 使用先评武学升级卡 面头刚刚落下 系统的提示信息便弹了出来 请选择先评武学升级卡 使用对象 随后 楚清禾自身所掌握的武学 甚至功法一一被系统罗列出来 而功法为武者基础 楚清禾第一个选择的 自然是自己的先天破体无形剑起 待到选择先评武学升级卡 使用对象后 系统便归于了瓶颈 往日使用升级卡时 最多数息的时间 楚清禾选择的武学 便能够升级完成 但 楚这一次清禾 却是足足等待了将近百息的时间 系统的提示信息方才弹了出来 叮 恭喜宿主 先天破体无形剑起 提升至先品 提示信息出现的瞬间 一道道的信息 瞬间涌入楚清禾的脑海之中 自己继续 colonies